这是我第一次感觉主体没有武器有意思的玩具 表面上它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弹射叉子的玩法 但是仔细看 这个叉子它中间凸出来一块 这个东西的作用 就是在弹射的时候直接把物体夹住 让这个叉子拥有了抓取的能力 野兽猎人声波整体对于出版模具的外形 做出了很多爪子或者羽毛的细节刻画 在剧形态整体观感上 并不像是之前的无人机 而更像是一只猛琴 对比出版的纯机械风格 这款更具有野兽的狂野性 日版配色整体过渡的很自然 没有美版那么有割裂性 机头和尾翼以及人形手部采用了软胶材质 如果产生形变的话 用吹风机吹一下就行 下面就看看变形结构吧 这个脚后跟正常是需要折到上面去的 但是我觉得这样一点都不好看 所以我选择折下来 野兽猎人版本的胸口 从原先的激光鸟改成了黑色的机器狗 这点确实是很有意思 这个模具的声波我还是建议用日版作为收藏 因为美版配色的割裂性特别强 很像地摊玩具 而且领袖之正整体的模具设计都比较好 这款还进行了外形改模 确实是很有想法 也可以和出版进行搭配 一个使用激光鸟 一个使用机器狗 可玩性和互动性也算比较高了